有本事通通事先講 中小型標股果然如將將預告 噴飯天 你看我們的光盛 爆賺了148% 君豪今天是拉出了第三根漲停板 太強了 已經獲利61% 達能扣3D提款機 我講過N次 扣3D是我們爆賺的絕技 14.9%今天拉出第9根漲停板 獲利正式翻倍 恭喜恭喜狂賀狂賀 APP全國第一強 那趕緊邀請大家 跟上我們的達能第二 邀請大家跟上我們的達能第二 我在6月22號 送全國粉絲的最強戰報 完全印證 下半年要噴中小型標股 明天是7月3號 盤前解盤 我會帶來全新的園區 更強的產業看法 領先給會員做報告 下半年中小型標股 會繼續噴飯天 請各位把握喔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 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成績的節目 今天是7月2號禮拜二 真的太強 今天全市場都在討論我們的太陽能 全市場都在討論我們的達能 為什麼這麼強 你看我的技術 我的APP選股 特別是江老師 常年跟各位灌輸的滾雪球理論 是不是真的太強了有沒有 達能今天標出第九根掌停板 那堅持主身 專攻棋掌 花時間滾雪球 你把這件事情做好 今天我們的達能 獲利正式翻倍106% 所以我們從頭講到尾 連中間整理期都用霸氣報老 有跟各位做分享之後 證明只要你有心 證明只要你有霸氣 你也可以複製達能 賺106% 賺9根掌停的獲利 所以邀請大家 務必今天 務必要跟上我們的達能第二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一天時間來做報名 請各位把握 今天恭喜 恭喜狂赫達能是第九根掌停 有沒有APP選的 我們的APP把我的技術 發揮到淋漓盡致 無懈可擊的境界 不只達能光剩1.48倍 今天達能也正式翻倍 所以邀請大家 把握買一送一最後一天的優惠 跟上我的達能第二 如果我明天全力買進 你明天沒有跟上 你就無法贏在起跑店 所以你只有一天的時間可以報名 請各位把握 來 為什麼這麼強 為什麼中小型這麼強 我待會跟各位獨家預告 我在6月22號最強戰報 跟會員預告的事情完全發生 重點是什麼 不只是現在印證 重點是6月22號園區 掌握的第一種訊息 這個訊息它會持續貫穿整個下半年 因為園區持續給我更強的引領 我待會會給各位做提示 來 投資料 股市會把錢從沒耐心的人手中 轉移到有耐心有霸氣的人手中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巴菲特跟江江一起講的 沒錯吧 堅持主身買其漲財富倍增 它是你未來可以不斷重複 來複製的康莊大道 這是我的理念 這是你每天看我節目 你每天看 每天看 每天看 你一定會建立的正確的觀念 堅持主身 把期漲股票買好 不要看一兩天 不要看一兩週 因為要翻倍一定要時間 一定要時間 你必須建立花時間滾雪球 讓財富倍增的操作的理念 有沒有光盛 請問剛開始有噴嗎 沒有噴 你忍住了 你霸氣暴老了是148% 如果你忍不住賣掉 你把標股賣飛了 是不是 所以我講的都是 對你一輩子會很有幫助的理念 有沒有達能 投資料 這個扣3D 我是不是有講過 我的APP會訓練你 訓練你學會愛上 喜歡我的扣3D 你看14.9 投資料 今天第9個漲停 從14.9 他噴到今天30.85了 第9個漲停了 獲利是106% 是不是 完全證明股市把錢 從沒耐心的人手中 轉移到有耐心 有霸氣的人手中 全台灣沒有分析師 願意在節目花時間 會講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懂 因為他們無法複製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通常務必把握 我們可以做到 我絕對相信你 你一定也可以做到 自己把握有沒有 是不是來印證 投資人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3686達能 有沒有 他這段期間 誰撐得住 沒有人撐得住 一般散戶絕對撐不住 那我們APP買哪裡 買這裡 買這裡 不要只看一兩天 不要只看一兩週 到今天是第9個漲停 獲利正式翻倍 請問是不是印證了 你的財富要備著 你需要時間 你真的需要時間 所以我講的都是真的 我講的都是真理 好好體會一下 你看這個9號 上個禮拜APP選出來 成功獲利 是不是 雅翔你看 你不要等噴出才追 你看 昨天雅翔出現短線的買進訊號 今天可以獲利了 昨天漲停 今天創高了 是不是 你看你今天你等到噴出才去追雅翔 你是被修理 有沒有 所以堅持主身專攻旗掌 他真的是我們的精緻招牌 把這件事情做到最好 那APP它會發揮最強的功能 你看這個台抗生 昨天7月1號 7月1號94.1 APP通知台抗生 今天有100塊 最高100.5 是不是 所以完全沒有難度 是不是 所以APP會是你獲利的最好幫手 來看元金 請問是今天才追嗎 不是 你看上個禮拜 原金6月27號28.55 那今天收盤的原金呢 投資朋友 是不是漲停了 31.35 是不是 所以同胞 這都是APP給你的 有沒有 太簡單 它是不是完整複製什麼 複製達能的模式 扣3D來的 是不是 所以扣3D提款基因 它真的是絕技 未來會噴的都需要扣3D的認證 沒錯吧 今天元金也噴出 上禮拜選出來 今天就開心獲利了 我們繼續掌握中小型標股 最好賺的邪惡主生大暴力 有沒有 請問了中小型標股的邪惡主生波 有跟台積電有關係嗎 有跟鴻海全支庫有關係嗎 是不是 我要去印證了 我在兩週前三週前 我在端午節特別節目各位灌輸 台積電每一次的垃圾盤 它都會騰出很大的空間 讓中小型標股漲 沒錯吧 你看我講的都是預告 從來沒有馬歐炮 都是講在前面 所以務必把握了 光盛148%了 達能今天又正式翻倍 五告戰全國第一強 太棒了 買一送一 最後一天我們要推達能第二 你只有一天時間可以報名跟上 務必把握了 我的解盤全國第一強 同學 我在二月起天天教學沒有被理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包含昨天第一天七月份都沒被理 就是說 目前的高點不管是大盤OTC 未來假雨時日都會突破 時間早晚而已 好同學注意看 這個是我在禮拜六月22號 你看禮拜六 禮拜六我每個禮拜六都加班 寫贊報 好不只給會員 不只給APP用戶 我連粉絲都免費送 好這個AI什麼是初期 為什麼初期漲圈日股 你看一個AI CPU GPU 動輒一兩百萬美金 最高的AI的模組 好像整個大機台模組是9000萬美金 根本沒有中小型的股票可以負荷 所以投資朋友 初期的AI需要很多錢 只有全職股才有這種實力 所以全職股一定會先噴 沒錯吧 可是你看從去年到現在 AI已經發展一年半了 比如說在全職股有錢的大公司 奠定了基礎的設備之後 開始進入什麼AI的中期 AI中期它勢必未來會做什麼 中端產品 所以它不是一個虛構的 它不是一個只有夢有夢最美的情況 它已經未來會園區說 會導向各類的中端商品說 小的產品AI應用會出來 當小的中端AI應用產品出來 萬物界AI 連小型股中小型股 它也有辦法利用小的資本 去研發AI的產品 然後也創造出公司的獲利 就是園區講的 初期一定是漲全職股 可是中期以後 因為低階的低價位的中小型 中端商品出來之後 擴散到中小型 一旦擴散出來 一旦趨勢成真 它飆得比全職股害兇 這不是我今天才講 所有會員AP用戶還有粉絲 因為账報都是免費送的 6月22號你都限制到 你全部都限制到 是不是 所以今天完全印證 因為OTC噴心高 沒錯 也說整個架構起來 上半年是不是漲台積電 下半年是不是漲紅海 下半年台積電紅海的漲幅 絕對會落後中小型股很多 下半年全力鎖定中小型 太好了 因為中小型完全不佔指數 所以上周六我講的一句話 有沒有 現在很多人看空指數 你不要為了一棵樹 放棄了整片森林 沒錯吧 所以完全印證了 還有很多標股可以爆賺 然後我在明天7月3號 盤前解盤 會把我這個禮拜 從園區挖掘的訊息 再次跟會員領先報告 AI擴散出來的中段商品 導引出來的中小型標股 會橫貫今年下半年一整年 我有我的園區的來源 訊息來源很強 因為過去的預告點全部都驗證 所以你自己務必把握 待會給各位提示一下 今天解盤稍微少一點 為什麼因為你講過了 22903 273.2的ODC 都是未來軋空的關鍵點 喜歡我的節目記得訂閱頻道 按讚支持將進行 分享幫助好友 然後什麼QR Code叫做粉絲團 今天的優惠最後一天 我必須重申 今天達能你親眼見證 我們是如何從低檔 把股票養成大樹 有沒有今天106% 而且全市場都在討論太陽能 是不是 所以未來你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沒有複雜 每個人都看得懂 每個人都可以複製的爆賺模式 一起來搭上我們的 達能第二務必把握 投資票有沒有 太無敵太威猛沒有人賺不到 有沒有 不要看一兩天 為什麼 主身段一定是花時間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 看你要賺多少 就是你完全是用APP的SOP 幫你決定要賺多少 不是漲多就要賣 不是漲多出現一根疊體你就要賣 懂我意思嗎 是看APP有沒有翻綠 紅色是多綠色是空 紅色繼續暴牢翻綠色賣掉 沒有難度 每個人都看得懂 所以APP太威猛 你看這個新復星 從頭到尾都沒有翻綠 從29.4噴到121 中間橫更兩個月整理沒有翻綠 沒有翻綠就是沒有翻綠 暴牢的結果是快三倍了 快三倍 這才是真正的用最好的技術 用最好APP讓財富倍增 你看翻了快三倍 真正的享受股市人生 堅持主身段標股的回饋 有沒有 新復星293% 全國第一強 沒錯 新復星不只新復星 報老 廣達你看 上禮拜 上禮拜廣達衝高 是不是又休息了 是不是 廣達一整路 休息時間比喷出時間多 可是股價創新高 懂我意思嗎 所以是不是很清楚 你要報賺你必須聽江江的 用整理期換噴出 比方說假設廣達 他又整理了又整理 未來又噴出 請問這個整理期 就是你必須要忍耐的 你必須要堅持住的 沒錯吧 所以我講的都是什麼 做股票真正會報賺的真理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跟上 一定要跟上 那APP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 未來會噴的 你看每一檔都是如此 沒有例外 會噴的APP通通事先選 事先選標股 這是你擁有APP的價值 你等到噴一大段才選出來 一點意義都沒有 沒錯吧 均好 60.7親愛的投資朋友 60.7起漲日讓各位一路看 我每天講60.7今天是第三根漲停而已 他才波段只有三天是漲停 其他時間都在整理 可是投資朋友從60.7今天 96.8了 96.8了 有沒有黑K有沒有洗盤有沒有拉回 有啊 可是有沒有阻礙主身段標股的軌道 沒有啊 60.7今天快破百了 61% 全國每一位我們最棒的APP用戶做見證 太棒了 因為他們在60.7都被叮咚通知買進軍耗 是不是全市場第一強 所以務必把握 三根漲停而已 含權61% 園區的訊息什麼COAS 上週送大家的COAS 有沒有太強大了 太威猛太無敵太會賺 請各位把握APP證明太強大了 均好第三根漲停 然後我們的元金也噴漲停 搭能是噴第九根漲停板 有沒有超強無敵萬歲 你看堅持主身買起漲 財富倍增康庄大盜 有沒有 江老師常年講 不管你什麼時候認識我 我都每天講每天講 生羊半55.6噴到92.4 好來看今天的生羊半 同學沒有 是不是漲多必整理 同學你看 真正的做主身段標股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他沒有每天噴漲停 他的整理期比噴漲期多很多 可是我們已經賺快七成了 我們的生羊半已經賺快七成了 那APP的COSE戰略停管機是不是絕技 已經賺了69%是不是很幸福 每一檔都公開跟各位做預告 中砂 145 141 進入多頭 349 這個箭頭主身旗掌給箭頭 請問有誰看不懂145 有誰看不懂中砂 145這主身旗掌 長線大標股 139% 有沒有 所以每一檔你都親身經歷過 中砂139%了 是不是股市真的如同我所說 你要接受 我真心的期盼你能夠接受 放下你過去的多空情節 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認為指數漲高就會跌 股市會把錢從沒耐心的人手中 轉移到有耐心的人手中 巴菲特跟江江跟各位分享的 務必要把握 簡單輕鬆明確 這是APP的功勞 它的價值它的回饋 相信它趕緊擁有 投資朋友你看藥滑藥 我們不是追500塊的藥滑藥 我們是買374噴到596 請問這個箭頭誰看不懂 投資朋友請問你看得懂這個箭頭嗎 你剛看過了 這個均豪的箭頭 達人的扣3D你看不懂嗎 藥滑藥箭頭看不懂嗎 一定看得懂 有沒有374買進596 有沒有賺了59% 10張賺了222萬 達人討論沒有 扣3D提款機有沒有 第6根漲停 第7根漲停 第8根漲停 今天第9根漲停 難道開盤這樣子就要賣嗎 絕對不是 是不是 所以務必要把握住這個機會 達人今天賺106% 他真的把我的八字增顏 堅持主身財務倍增 發揮的淋漓盡 用真實的APP選擇标股 來看一下 14.9你被叮咚通知買進達能 一路報到今天30.85 106% APP買起漲花時間滾雪球 康康康大盜 是不是五告戰 史上最強APP 用財富倍增大賺9支停板 賺106%來證明 沒錯吧 太強太幸福了 我每天邀請你趕緊擁有 記好了我永遠的口訣 噴出爆量絕對不追 祖生起漲霸氣把握 把這個理念發揮出來就OK了 是不是 但是再次恭喜再次狂赫 達能今天是第九根漲停板 106% 你找不到比江江 更實在更強的分析師 所以趕緊跟上我的達能第二 特別強調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一天時間報名 你今天錯過了 萬一我明天全力買進了 你就沒有機會跟上了 因為你錯過明天的 贏在起跑點的那個剎那 你就會沒有這個 你會來不及跟上 所以務必把握 訂閱頻道按讚支持江江 然後QR Code叫做粉絲團 然後留言168就可以 投資朋友來看這個 有沒有 123法則 你看江老師技術有多強 你看我這個技術不是說 我跟各位說他很強 不是 不只是這樣子 我開技術班 網路技術班 你可以隨點隨看 我把這個技術 分享給每個會員投資朋友 你看有個細微 看買細微噴翻了 那漲多會不會整理 會不會整理 一定會 漲多是不是要長黑 跌停 連續五天黑黑 請問 股票漲多整理 有阻礙他創新高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沒有背離 所以各位教過了 你可以用很簡單的 沒有背離斷定這個高點 一定會過 你看上個月股價創高 指標創高一定會再過高 是不是 所以我講的都是最棒最棒的技術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是不是今天細微又噴出 是不是 來看這個光盛 149又是123標股的模型 370 140賺到370 賺了1.48倍 太棒了 爆賺超開心 爆賺148% 是不是又是園區給我們的CPU獨家 領先訊息 所以這是我的優勢 我是全台灣唯一一位記者出生的分析師 這是你的優勢 沒錯 驚為天人 讚嘆不已 把握了 光盛錯過的達能錯過的 我當然明天不會請新委員幫救援人抬交 不可能 所以我們一定是買新的 買一送一最後一天 務必要把握 明天我們的達能第二要登場了 明天達能第二要登場 務必要把握 來看這經歷科 順便各位做一個教學 經歷科的131賺到575 同志們 好然後請問了 請問這個經歷科 來同志們 經歷科有沒有背禮 有沒有背禮 高點的時候有背禮嗎 有沒有沒有背禮 同步創高沒有背禮 他又進度扣3D了 他又進度扣3D之後 未來多頭又指日可待了 是不是你看 一出生休息進入主身 那今天經歷科 來看一下今天經歷科 也盤中差點噴漲停 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 做股票一定要有耐心 順便各位講一檔 投資本來看這個365的台信 台信科投資本你看 扣3D三個月 經過三個月整理 他今天說是138點 我注意看轉折在哪裡141 你就說未來當台信科 站穩141 請問是不是扣3D 請問未來轉折是不是往上 答案就太清楚了 就是未來還會有很多種 整理過的股票噴翻天 但是下半年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選股操作策略的邏輯 而且都是園區認證的 所以務必要把握了 再來有沒有 今天龍我這個節省時間跳過 2903今天收盤差20幾點 未來站穩他就噴了 那OTC特別留意今天創新高對不對 273.2他只要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中小型標股噴翻天 江老師整路是人講 你看我們大盤先送大家6300點暴利 然後再送大家1100點暴利 每個買點都是什麼 大跌 大跌主力成本K值超賣的買點 沒錯吧 不是等噴出台墜 來看這個OTC 5月16號買點 送錢行情 全台灣周江江做節目跟會說OTC 未來會創新高送錢行情 6月5號258 第四次周線MACD翻紅 前三次爆噴第四次送錢行情 我是這樣子這麼的努力 扎實的預告在做節目 270.8突破了 站上270.2了 扣3D停管機513噴出 513就是邪惡組成波投保 今天278了 今天OTC噴到278了 沒有所以上半年漲全值股 下半年漲中小型標股 所以如果你現在犯下 只看指數抽股票 你會畫地視線 因為指數全值股不會動了 只有中小型標股會噴 而且這個不是我今天才講 我在6月22號讓全國粉絲 我送你贊幫你先知道 初期一定是漲全值股 為什麼 因為AI太貴了 你要架構一個AI的模組 太貴了 只有全值股有錢的公司 他才能夠做得到 所以初期一定是漲什麼 漲全值股 沒錯吧 可是到中期以後 從有基礎建設 AI的基礎建設架構好之後 走向中端 園區說走向中端產品 那個輕薄短小 小公司小股本的 他也有能力搭上AI的趨勢列車 所以下半年一定是擴散到中小型 而且會飆得比全值股來的兇 我在6月20號講這個事情 是不是領先 領先永遠是獲利的爆增的全員 沒錯吧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驗證了 6月22號到目前為止只有兩週 兩週而已驗證了很強對不對 OTC太強了 那明天開盤前 盤前解盤我會把本週挖掘到的新的訊息 跟全國會員報告 這個時間中小型標股噴發的時間會很長 你相信我的判斷 因為不是我自己胡亂講 這是園區跟我們講的產業趨勢 所以務必把握了 跟上最強的將將 另外APP請貴地擁有 為什麼沒有難度 每個擁有APP的用戶都說 嘉嘉老師真的沒有難度 投資朋友你看這個光盛 1.48倍 你看這個達能有難度嗎 扣3D提款機 APP會叮咚通過LINE 叮咚通知你買 你看你當初買14.9的達能 今天賺9跟漲停 請問有難度嗎 沒有難度 每個APP用戶都保證有賺到 沒錯吧 好你達能當初來不及上車 6月中旬有均豪 6.7你被叮咚通知買均豪 今天96.8了 變成全市場最強標股了 怎麼這麼神奇 有沒有四天獎 完全四天獎 四天獎受驗證 而且請全國APP用戶做見證 還包含上個禮拜的6月27號的援金 上禮拜6月27號 全國APP用戶保證有被叮咚通知買援金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子很扎實的在做節目 沒錯吧 所以務必把握 APP帶給你無限光明跟美好 你看是超級主身段 先漲全職再噴春草型 台積電是如同我之前都有節的預告 騰出空間讓中小型飆漲 沒有一件事情馬後跑 所以務必跟上 暴力幸福信心跟霸氣 整個波段越長越邪惡 這是邪惡主身波的特色 所以一定是最強霸氣 方能賺到最多的獲利 標股不等人 我給你的都是扣三滴 沒有扣三滴不會給你 所以務必要把握 你看 先復興光盛廣達 耀滑耀 中沙生陽瓣 細微君豪元金 還有今天噴出的陽華 沒有一檔沒有四千獎 所以今天慶祝光盛跟達能 真的賺翻天 賺翻天 特別是達能 今天是第九根漲停 全市場都瘋狂幫我們抬轎 買一送一最後一天務必把握 明天邀請你務必跟上我的達能第二 明天只有一天時間 你必須把握錯過就沒有了 明天盤前還有更強的產業訊息的看法 獨家 我給的都是園區獨家的優勢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LINE的留言或者是 0800668085來做諮詢 那節目最後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最貴超盤順利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魔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致當 12 11 12 17 18 感谢观看